今天下午 厦门台资长庚医院的两岸医师们 走进位于海仓区新阳街道 降路社区 开展议诊活动 为社区老人们送去温暖 活动现场 厦门长庚医院为社区老人们举行健康支持讲座 随行的台湾医师江彩叶用闽南化 详细讲解了高血压 新港糖尿病等老年人异患疾病知识 为社区老人带来满满干货 来下多年 江彩叶一直在厦门长庚医院工作 如今他已经十分习惯厦门的环境和人情味 热心慈善活动的江彩叶常常进社区 帮扶孤寡老人 刚来就问了那个助导员 他说基本上都是比较能够听得懂闽南话 刚好又会讲嘛 所以这样一直用他们听得懂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他们接受一点知识带回去嘛 可能平时他们对于一些疾病的预防的一些知识还很薄弱 那我们连接到长庚医院的这一些资源的话 来跟老人说进行一些就是说宣传嘛 让老人对这方面的那个知识的话就是比较了解吧 讲座结束后 梁岸医师们在社区志愿者的协助下 为老人们量血压 侧血糖 现场不少老人有腿脚不便 入睡难的困扰 对此 医诊医师一一为他们提出护理建议 并为社区老人们分发酒精 口罩等医疗慰问品 很满足啊 对我们也很关心啊 我们这些老人也很少跑到医院去啊 这样的医生来到我们家玩个给我们看要怎么病 怎么病就很好啊 希望如果有机会也是能够入户去看一些根本就走不出来 走不到这里来的人 那些也是值得我们走进他们家去关怀